IgA肾病是什么?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傅隆国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科主人医师 IgA肾病实际上是一种肾炎 是我们亚洲人群最非常常见的一种肾小球疾病 那么它主要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个 IgA这个东西它沉积在 这种免疫球蛋白它沉积在肾脏上 每个人其实体内都有很多的这种IgA的免疫球蛋白 但是在IgA肾病的时候 这个免疫球蛋白它是一种缺陷的免疫球蛋白 所以它会致病 当我们看到肾火简的时候 看到IgA沉积在肾脏上 我们可以诊断为IgA肾病 IgA肾病毒蛋白 我请你多接下来 IgA肾病毒蛋白它是一种肾炎的 这种肾炎的头发生